買新盤 買新盤 事實上那個finance的arrangement是容易一些的 我這次終於住了 最後我是下了訂購 我不是買 我就租了 那個就是成為我以後在馬來西亞的地步 我首先看一看究竟這間是甚麼屋 我本來是想播片的 但是我知道我一定不夠時間的 所以我看相片 播片 播相片 這個就是我下了訂購 就是下了Deposit 稍後我講多少錢 就是這個樣子的 我就是住這間 我就住26樓 這間屋其實只有1400多m 141m 我想156呎 就是四房 所謂的四房其實是兩間back room 一間study room 當然那間是書房 書房比我們家的主人房大大 還有一個叫後躍 其實都是一個房間 就是一個廚房開放師廚房的另一邊 用來擺洗衣機 燙廊衣服 但那個房間也有百九幾呎 其實基本上叫四房 就是這間屋 正面就是看那個雙子燈 雙子燈 雙子燈 這個是泳池 再看看 這個就是我們吃早餐 去頂樓的lobby 用來吃早餐的 也是叫做multi function 鍵的board room 之類的 好 再去吧 我們吃早餐的